確實最近漲得太多了 所以不管是個股還是大盤 都出現拉回的壓力 我們來看在今天 激情退去機制的當然是台積電 台積電殺尾盤之後 讓台股在今天只有漲41點 收在13593點 那麼有一個阿姨 他在今天一早台積電 供到500塊的時候 就去買了台積電 他想台積電有夠厲害的 在今天又看到500了 又創了新天價 沒有想到在今天台積電 殺了尾盤之後 阿姨現虧8萬累崩 所以網友還說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再好的股票都不能追高 所以來問一下楚董 現在不能追高 我覺得短線漲不真是比較大 而且它股價是慢吞的漲 你現在指的是大盤還是台積電 台積電也是一樣 你看台積電7月28號的時候 也曾經大漲 也是開高走低 之後稍微整理一下 但它基本面還是非常好 我個人覺得股價要超過 今天的506幾乎還是非常大 只是時間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阿姨要等一等 我覺得等一下 大盤 楚董怎麼看 我個人覺得大盤比較重要 是因為你可以發覺 美國的疫苗出來之後 這個市場反應非常非常激烈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簡單提一下幾個重點 第二 過去大家知道 這個輝瑞的部分特別提到 它的儲存方式要零下-70度 冷鏈 到哪裡去找這樣子的一個 這一個傳送的方式呢 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看到 Moderna的部分 存在一般的冰箱 -20度就OK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第二個部分 今年到底能夠提供多少的數量 因為FDA一定會核准 提供多少數量 一個可以看到 一個是三千萬劑 一個是五千萬劑 明年一個是十億劑 一個是三億劑 因為他要打兩劑 所以要除半 我個人覺得 這個是提供一個希望 但是可以看到美國的疫情 單日確診二十萬人 非常可怕 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接下來拜登 沒有其他的選擇 只有限制大家的一個活動 這種情況之下 也許對他的經濟多少會有些影響 這個部分要稍微註一下 好 所以疫苗出來 但是有可能會封城 對 但是我要稍微提一下 這個是最重要的關鍵 股票為什麼會漲 因為各個國家央行 實在印了太多的鈔票 上面這個表是FED的資產負債表 你可以看到 從三月到現在 增加了2.9兆美金 前頭進來 這第一點 看到歐洲央行 經濟狀況很糟糕 目前也是一個月 買接近2000億的歐元的部分 這樣加起來是多少 一個月至少2000億的錢投進去 代表什麼錢太多了 這些錢現階段 你找得到投資的 沒有嘛 實際經濟狀況不好 大家都非常保守 所以錢全部跑到什麼 股票市場 而且美國的一些 所謂的重量級的科技股 是別無選擇的 你只有投到那些 像Facebook 像Apple相關的股票 重點在於大家知道 現在不是個人投資 機構投資者的錢非常的多 大家要比績效 你唯有去砸什麼 權值夠大 強勢股的股票 所以你看到美國股市 真的是不死鳥 非常強勢 所以我覺得未來 如果這種狀況一直下去的話 我覺得它也許對於 全球股票市場推升 還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 楚董雖然擔心 經濟會因為封城而受影響 但仍然是偏多看 錢太多了 錢太多偏多看 對 封總呢 我看法差不多 但我認為說短線上 第一個 今天是台積電 昨天是台積電推升上來的 所以說把指數拉開格局 今天外資又買了150億 可是好消息是什麼 今天自營商沒有買 昨天自營商買很多 自營商沒有買是好消息 是 因為昨天自營商被迫 在全鎮上面要補貨 可是他補貨的時候 他第二天就會有動作 那明天極短線上面來講 是週三選擇權 指數上面不會有太亮麗的表現 可是我認為 現在看大盤 你不要太過於 那個迷惑在什麼 很炫的什麼技術分析 我跟大家講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我上個禮拜來講了一句 最重要的觀念一句話 我說大盤是看支撐 不要怎樣 不要拆壓力 那這個是前情提要 我一個字沒有改 連寫錯字我都沒有改 你看今天 我還是一樣告訴各位 只是說這個支撐往上上升了 現在大盤沒有跌破 12550 這個叫多空異位線 沒有跌破這個 都沒有多空異位的問題 那我上面畫這個線 叫強弱分析點 強弱分析線是在13050 什麼意思呢 大盤有回就讓它回 我還怕它不回 有回天的地界 即便跌到這個位置點 都不會妨礙它 隨時再創高的能力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大盤還會再過高 我認為隨時都會過高 只是說時間 當然要搭配到美國股市運 可是現在這個格局 多頭格局不是代表說 短期上一天兩天不會震盪的 多頭格局代表說 那個趨勢沒有變 震盪之後 隨時還有創高的能力 這就多頭格局 好 所以下面有鐵板 對 看這真的不要看壓力 好 來 蔡總的看法呢 我們把這個兩支疫苗做一個比較 為什麼 疫苗代表說是一個理想 我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們的現實就是說 現在疫情還是很嚴重 我們看一下 第一支疫苗就是上個禮拜 11月9號的這個輝瑞 輝瑞的 現在是莫德納 你看 第一支疫苗的時候 道瓊指數標了834點 漲幅有2.95% 第二支疫苗縮小了 剛才這個 我們講得很清楚 其實第二支疫苗更厲害 但是利多的效益在鈍化了 只有漲470點不到1% 萬一第三支疫苗 下禮拜有第三支疫苗 搞不好都不漲 搞不好都不漲 這個就在這裡 所以阿姨阿伯 就不要那一天是最高就對了 第三支 第四支疫苗的人 邊際效應在遞檢 對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納斯達克 我們剛才那個是道瓊指數 第一支疫苗的時候 納斯達克點了1.5% 為什麼 那這樣遠距商機 宅經濟就沒有魅力了 但是昨天它開始漲 漲0.8% 大家好像想 等疫苗還要等幾個月 所以大家回頭又買 比較有業績的科技股 這個很重要的信號 有點轉折的味道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大家說黃金避險 你游疫苗還避什麼險 所以第一支疫苗的時候大跌4% 但昨天只有小跌幾乎持平 油價的話 那第一支疫苗來 我們可以很好 趕快又去開車 所以它狂飆了將近5% 但昨天漲會縮小 這裡面塑膠股就不會漲那麼多 再過來你可以看 現在比特幣也是一個比較創新的幣線 第一支疫苗的時候跌2% 昨天第二支疫苗一出來大漲2% 這裡就我沒鋼 那台股第一支疫苗的時候跌45點 跌台積電 跌了差不多7塊 但今天漲台積電 所以指數其實這兩支疫苗 台股變動度都不大 重點在各個類股 電子股的話 第一支疫苗出來的時候是跌的 演技商機沒有魅力 你看第二支疫苗出來 我們電子股開始漲了 但是塑膠股本來大漲 現在小漲金融也是漲了小漲 重點是在這個 請大家注意看 美元指數第一支疫苗是漲的 為什麼 美國經濟會變好 美元轉強 那現在不行不行 還要等很久 所以美元指數是跌的 最後我們看一個指標性的股票 航空雙雄 你看華航長榮航第一支疫苗的時候 是跳空漲停 是 對不對 大家想說按那還 今天還是漲 只是沒漲那麼多 差很多 今天平均只有漲2% 所以我覺得第三支疫苗 第四支疫苗來的時候 力多開始會鈍化 所以蔡總看得比較保守 對 我覺得可能會進入整理 好 所以董先生 是不是真的要漲多休息了呢 我們請現場所有的來賓幫我們舉小手 短線要漲多休息了嗎 請舉牌 好 來 我們看到 初董認為要漲多休息 其他三位也認為要漲多休息 只有豐總認為不會休息 震盪 但是隨時會再過高 隨時會再過高 來 憲哥 只是空間不大 但是個別股表現 那但是個別股 我現在發現很多的 本一筆在8倍 10倍 13倍的個別股 也只有一天兩天的行情 所以在這邊比較適合做短線操作 手腳要比大盤來得快 好 來 晨諺呢 基本上差不多 也認為要休息了 就要月底 而且MSI調降 那兩天會有一點影響 這幾天外資也買得開始慢慢的 我覺得兩次大買以後 通常他買盤就會開始減弱了 所以我們現場有四位專家認為 漲多要休息了 但豐總仍然非常樂觀 所以我們先來看豐總 豐總竟然那麼樂觀 你怎麼選股呢 當然我們注意到 昨天是因為台積電大漲 把那個格局拉開來 那台積電今天為什麼休息 500塊整數關卡嘛 這個是大家眼睛都在盯的地方 阿姨就買在這裡 對 然後可能一口氣會衝過去 那台積電拉開之後 每次都這樣 拉開格局之後 他只要穩在那個地方 其他的小型骨 中小型骨輪動 今天還有一個更好的現象 就是說台積電之外 你看連大立光都已經開始上來 大立光 看你有沒有大立光 甚至於有一些像廣達 這種已經很牛二滾 2382 也慢慢的活絡起來了 這短線上一天震盪 但是他已經從底部上來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現象 之前大家記不記得 美國大選之前 那個連家軍動起來了對不對 連點 對 那華新集團 也跟著這個變動機 等於說也整個的上來了對不對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要到月底之前 還有一個對大盤最好的支撐 叫做集團作戰 那這個集團慢慢動起來 是哪個集團 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洪家軍 那你看 最近洪家軍的現象 我講得快一點 你看 像這個迅星 洪家軍的封測 最近三四天 有沒有 突破打底之後 突破警線之後對勝班 那你看到這個地方 連融創 還沒有獲利的融創 都已經開始怎麼樣 靜觀勤雀 來要這個鄉親整理的上緣 那你看到沒有 以勝KY 以前大家認為說這是肌肉股 可是就是很牛 來回正道 為什麼最近一股作氣突破警線 開始表態 那你看到沒有 台陽也是一樣 獲利數字還不明顯 還是富的 可是為什麼 最近什麼這個進軌衛星 有沒有這個 這個得說 這個得說衛星 衛星通訊 然後突破之後用快速跳空 跳空之後爆量震盪回撤 可是它已經開始這樣 嘗試要擺脫底部 那我們來講最指標的 紅海 對 漂不漂亮 頭肩底 而且這樣你注意到沒有 右邊是比左邊高 這是基數面上面 很好現在 而且你看到沒有 這個量並沒有太大 小量就突破警線 代表什麼 這邊開始都有效做沉澱 但如果說你對這種 這個大概七八十塊的股價 我告訴各位 有一家公司叫小紅海之稱的 你看到沒有 這家公司是所有紅海族群裡面 獲利二十元以下 最漂亮本益比最低 而且你看 形態上面跟紅海一樣 一步一區 打底出來之後 小量要來做一個突破的現象 那為什麼我要這邊 要特別來強調 這個廣宇這家公司 我先跟各位簡單講一下 廣宇這家公司 以前這個很多人都說 廣宇叫做小紅海 可是也就是因為小紅海 大家對它定位 並不是感覺到那麼的明確 可是在八月三十一號 在八月底的時候 它開了一個法說會之後 它很明確的宣誓說 它要跟著紅海的三加三的腳步 開始做整個的調整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廣宇本身 它就是TESDA的一個 連接器的供應鏈 那它本身也會隨著 紅海在佈局電動車 這個MIH 這整個的一個平台 它已經宣誓 它要做兩大的精簡 就是它要做什麼 電動車跟醫療來配合紅海 你要知道 以前這個廣宇 廣宇它是怎樣 它的這個PCB是供應給日本 這個遊戲機Switch 現在PS4出來也是一樣 這兩個東西會在年底到明年 第一季的時候會大量出貨 所以說對它未來又是一個加分的作用 那它本身在醫材上面 它有FDA 包括什麼心電圖等等 那個等於說感應的線材 還有這個連接器 因為盧松青是以前 曾經也是 一度也是這個接班人 它Focus在什麼地方 連接器跟模具 跟紅海發跡的那個 連接器跟模具是一樣的 所以以前人家說 這個廣宇叫小紅海 那洪家軍20塊以下 最機優最高鏡子 你看這個打底出來 我告訴各位 你看這個地方沒有 這個地方突破 第一檔出量已經開始突破 整理之後你有沒有注意到 墊高了 然後小量 小量開始要做突破 而且你看它的進值是20.98 我在那邊畫一個圓圈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21那個地方 你看就是那個進值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今天對稱番 差不多也應該到 到這地方是很合理的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你看我們說 我們現在很喜歡一種東西 叫做第三季單季大於第二季 就大於第一季 你看它第三季 第三季EPS0.56 然後第二季是0.3 第一季是0.04 第三季就比這兩個 上半年加起來還來得多 那我們再來做個超級比一比 我們看下面一張 你看今天紅海前三季的EPS不錯 這個都已經往進值靠攏了對不對 甚至於把人說已經看到這個100塊了對不對 今天都往進值來做靠攏 你看這個迅芯KY也活力不錯 你看結果股價超過進值那麼多 來到百元的價位 你看以勝KY以前是極優但是很牛的 連以勝KY都已經超過33塊的進值 你看台洋是沒有賺錢的公司對不對 沒有賺錢的公司 竟然股價已經是進值的2.2 那你看這個融創也是一樣對不對 做這個巨量移植的LED 這個MicroMini的巨量移植也是一樣 沒有賺錢股價都大概二十幾塊 有沒有都已經超過進值了 你說這個廣宇他已經宣示了 要跟紅海一樣鎖定在電動車跟醫療 你看前三季0.9 進值21 20.98 股價不到進值 對你說這個是不是委屈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盤中走勢 來看一下廣宇在今天表現如何 2328的廣宇在今天是上漲0.83% 收在18.25 那楚董怎麼看選股呢 我個人覺得整個大盤很重要 還是它有一個主流類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走得很亂 走什麼太陽能或補漲類股 沒有辦法撐起大盤 重點還是在於有基本面的股票最重要 我們看一下5G的部分 我特別提一下它是長線的體材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看它真的這是2019年的漲幅 這是2020年 真正你可以看到2019年的漲幅非常的大 把本益比拉高之後 你知道股票通常走在什麼 基本面之前先走了一段 之後今年反而表現得沒有那麼亮麗 重點在於它是常見的體材 今年5G的手機賣多少 2億支 明年Double Qualcomm看到什麼 4億5000萬支 所以代表說所有的 你知道手機裡面因為5G 它的原件被動原件LTC 全部要增加 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量Double之後 對於這些公司相對都很大的一個注意 那重點在於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司 最近股價都小幅度的拉回 都拉回了 代表說未來整理一段時間 未來還是有空間 所以我個人覺得像最近 你可以注意到像 真話甲的穩帽洪捷科 股價都非常的強 另外景德的LTC的部分都非常的強 這些部分我個人還是覺得 拉回之後股價應該可以做 因為它是常見的體材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台灣的族群叫什麼 高價IC設計股票 這些股票都是大概 四五百塊錢起跳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它一到十月的營收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基本上都是成長的 都是成長的 交出非常亮麗的一個成績單出來 大家知道這個整個大盤 過去的漲勢的過程當中 高價IC設計股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的體材非常多 包括什麼去美化 包括缺貨 大家知道這個所謂 PowerIC缺貨的部分 各有各的體材 但我們注意到 今天有兩檔股票 一個叫做創意 一個叫做利基 股價都創了波段的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 對不對 當一個族群當中 由股價開始陸續創新高的時候 代表什麼 有個領頭羊出來了 後續其他在低檔的股票發覺 就會跟了 老大哥在創新高的時候 我只要體材還不錯 股價就稍微談一下 我們看一下創意的部分 剛剛的股價 我們看到K線度 我們來看一下日K線 343日K線 這個斗角度創新高 股價已經創了今年的新高了 我特別提點 它的股價非常特別 10月份營收出來 比9月是衰退的 第三季的EPS只有0.8元 那為什麼還創新高 趙聖堂講 應該股價往下修 長不起來 但是因為最近有特別提到 它第四季可能單季賺到3塊錢 明年可能有機會賺到10塊錢 加上很重要 它是台積電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股 趁著台積電的 這樣子一個走勢 所以股價最近非常非常強勢 今天已經被警示了 股價有一點開高走低 那它被警示 我們就不能追了 還是越警示會長越多 因為剛剛特別提到 股價長得太陡峭 都不要去追它 等一下 但是如果明年 真的能夠賺到10塊錢 它股價可能還有機會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大盤搞不好還要回檔整理 所有股票都可能回檔整理 找機會買好一點的股票 第二個我注意到普瑞的部分 普瑞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到它的股價 今天表現不太好 今天相對比較弱 你看它的股價 跟剛剛講的利基創意 是完全不一樣 一路往下修正 很落後 前一段時間 高速傳輸股票 一個叫做什麼 翔碩 一個叫普瑞 非常強 帶動整個大盤 但這兩個檔個股最近回檔 都一個19% 一個接近17% 代表這段時間回 但是重點在於5G的時代 大家知道 那個資量傳輸量 非常非常的大 高速傳輸的晶片 基本上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主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個人覺得說 正好利用這段時間 回檔修正整理 空間拉出來之後 只要IC設計公司 慢慢一隻一隻冒出頭 你看它現在回檔 將近有距離高 有個% 那今年前三季賺到32塊錢 今年四十幾塊應該有機會 明年成長性更大 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檔個股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 所以找積極比較低的個股 蔡總呢 蔡總認為大盤要稍微休息了 對 在大盤休息的時候 反而好的股票應該封低窮接 對 這個選股的關鍵字就是拜登 為什麼 大家會發現明年1月20號 拜登上任之後 說不論到處都受到共和黨 川普的限制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短線的選股 我剛才講過 比特幣的走勢不太一樣 第二次疫苗大漲 所以今天2331的菁英 我們看這個 也是板卡的股票 板卡概念股 對 就漲停板 為什麼 我們看它的K線 其實它前三季小賺而已 EPS0.2 重點是很故隆不叮噹 對不對 然後階梯上來 大家都注意那個大同 237的大同 要不然你看一下大同 同一個集團 大同就確定了變天之後 股票其實整理了 因為沒有想像空間了 是 但是大家發現2331的菁英的話 原來你有板卡的概念 然後今天就出現了 所以大家現在去找的 就是都不太漲的 但是要有題材 誰的題材 拜登的題材 另外一個拜登綠能的股票 6244的帽底 其實今天太陽能的股票 又開始火蹦亂跳 開始動了 對 這個還沒有漲停 有別人漲停了 但是你看它本來利多出近 44塊跌到這個地方 跌到快季線 這個波段跌掉三成 所以它跌過 整理過 但是有拜登的這個題材的股票 大家好好選 好 拜登概念股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